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高血糖,顾名思义就是指我们体内的糖分过高 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的其中一高 另外两高分别是高血压和高血脂 专家表示,我们必须要重视高血糖 积极地做好预防 毕竟这种疾病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 平时生活中,在饮食方面,我们也要注意预防 新鲜的蔬菜就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降低血糖 一方面是因为它让食物变得不那么好消化 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们含有天然的降糖物质化合物 今天就用芹菜搭配以下几种蔬菜 给大家分享一道降糖的美食 做法和食材都是特别简单 而且它的降糖效果真的非常好 还能够降低血压,降低血脂 对于三高人群,它是非常的有益的 我们首先准备一小把的芹菜 不需要去叶子,先把芹菜的根部卷去 然后用清水多清洗几遍 芹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是很常见的 而且价格也便宜 但是它的养生效果是非常强的 芹菜含有的热量以及脂肪非常低 这是一种热量很低的蔬菜 芹菜的营养价值很高 三高人群食谱中必然是不可少的 芹菜含有一种吸附作用的物质 这种物质叫做黄酮 黄酮进入身体吸收后 能够帮助吸附身体里多余的脂肪 减少血液中的脂肪含量 降低血脂 血液中的脂肪含量高 会导致我们血液变得粘稠 很容易发生血管堵塞 所以三高人群要多吃芹菜 血液当中还含有少量的糖分 三高人群血液中的含糖量 比正常人要高 在吃完饭后 我们的身体就会吸收进去的食物 这个时候的血液中糖分就会提高 但是正常人的血糖会在很短时间内 恢复正常水平 但三高人群吃完饭后 血糖比正常人要高很多 而且血糖含量一直都是比较高 血液当中的糖分就会导致血液变粘稠 这不利于血管保护 会使血管硬化 所以要常吃芹菜 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糖 还能够起到清血管的作用 由于血管杂质多 导致血管堵塞 引起高血压 想要缓解三高 那么就一定要把自己的血管保养好 在日常生活中以清淡饮食 少吃油炸食物 千万不要吃高糖食物 芹菜清洗干净后 我们把它切成像这样的小段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小根的白萝卜 大家都知道 民间数有十月萝卜晒人生的说法 冬天的萝卜格外甜 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也是特别的高 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 可以帮助机体增强免疫力 白萝卜有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止咳化糖 除灶 生精的作用 还有抗病毒 抗癌的作用 白萝卜含有维生素C 铁 钙 磷 膳食纤维 介质油和淀粉酶等营养成分 中医认为 白萝卜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有助于消食 化肌 润肺 生精 解热 解毒 下气 宽中 对于三高人群来说 吃白萝卜有好处 白萝卜中的膳食纤维 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有助于改善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等疾病 引起的便秘症状 而且 白萝卜中的维生素 矿物质 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 适量的吃 有助于补充机体所需要的营养 白萝卜去皮后 我们把它切成薄片 切好放一盘备用 再来准备一个西红柿 西红柿营养丰富 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胡萝卜素 矿物质 等多种营养成分 对人体有很多的保健作用 其中番茄红素具有很好的抗氧化 降低胆固醇 预防心血管疾病的作用 对于三高患者 它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西红柿中的甲元素 有助于降低血压 对于高血压患者很有益处 同时 西红柿中的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降低血糖 对糖尿病患者有一定的帮助 西红柿还富含苹果酸 柠檬酸等有机酸 能够促进胃液分泌 增加胃酸浓度 有帮助消化 润肠 通便的作用 如果对西红柿不过敏的朋友 以及疾病控制的稳定 则可以多吃西红柿 不仅可以当水果吃 还可以煮汤 或者是凉拌着吃 都是非常不错的 西红柿中 维生素C 有助于增强血管的弹性 有助于降低血压和血脂 对于高血压和高血脂的人群 是非常有益的 而且西红柿中的纤维素 它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有助于排出体内的胆固醇 对于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的人 都有非常好的调节作用 另外西红柿中的维生素A 还有助于眼睛的健康 对于高血压 高血脂人群 常见有眼部疾病 也是非常有益的 西红柿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切成像这样的小块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生姜 生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它是一种很常见的食物 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具有促进肠道蠕动 可以帮助食物消化 而且还有预防便秘的作用 生姜中含有丰富的姜酮 姜酸、酸食纤维 以及钙、铁、磷等元素 适量的吃 还可以为身体提供需要的营养物质 对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好处 另外生姜还可以起到降三高的作用 生姜的功效 它可以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 因为生姜中含有一种 类似于水阳酸的物质 吃了以后能够稀释溶液和血液 属于一种防磷剂和稀释剂 对于高血脂和高血压 高血糖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生姜我们只需要一小块 把它切成细丝 接着我们把锅烧热 加入一点点的食用油 再把西红柿和萝卜、生姜一起倒进来 翻炒几下 把西红柿汁微微的炒出来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然后盖上盖子 先用大火煮开 转小火 先煮10分钟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星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10分钟后我们再把芹菜加进来 芹菜不需要久煮 大约3-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之前加入少许的食用盐和一点点的生抽 简单调味 搅拌均匀 把死盐搅拌融化就可以装入碗中开吃了 这道汤非常的简单 而且它的功效非常多 不仅对三高人群有很好的益处 而且还能够起到减肥降脂的作用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哟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